我认为呢 其实川普在未来 如果他当选 他会修正他的外交主张 但是这个修正部分 是在欧洲的部分 就是美国经过 这场总统大选以后 可能第一个 川普自己在 关于北欧的谈话里头呢 关于北约的谈话里头 他会列为修正 但是他不会跟俄罗斯 重启冷战的关系 他不会像现在 欧巴马跟Hillary 一样的就是 跟俄罗斯将不顾一 尤其他会把对抗ISIS 当成重点 这个对世界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个部分 我要帮川普讲话 就是大家把它讲得 太发神经了 那我认为在关于 国际战略里头 想要把国际拉到冷战 然后到处对抗 然后事实上呢 对这个世界的和平 一点都没有帮助 也没有对付ISIS 这个疯子 我认为是西班人 周一到周五 新闻生喉咙 有多生 花多生